看到我们今天双车这个正常 许多吃瓜网友是不是异常兴奋了 是不是以为我们要搞双车对比了呢 但是今天我们的确没有搞双车对比 搞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呢是带来上汽通用别克旗下的两款新能源车型 分别是微蓝6 PHEV版本以及微蓝7纯电SUV 那这两款车呢 其实是在上市之前呢 就备受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今天呢我们就一键双焦来试一试这两款新能源车型 看看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意外的惊喜呢 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微蓝家族旗下的一款PHEV车型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微蓝6 PHEV 这款车呢共推出三款车型 售价是补贴后15.98万元到17.98万元 那提到这款车型呢 很多网友会说 它跟微蓝6这个纯电版本 其实是有很多相向之处的 没错刚才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啊 这两款车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呢有一些小的季节也是有变动的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微蓝6这个混动版本呢 它这个中网这块是做成这种半封闭的设计 不像纯电版是一种全封闭的设计啊 而且呢它也换装了18寸的轮毂 那这款车的设计理念呢是采用了MAV的设计理念 设计师解读MAV这个概念呢就是多功能运动型轿车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解释呢 首先把多功能放在第一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多功能其实就是它的外观设计是更加的多功能化 所以呢把这个更多的空间呢是留给我们车内的乘客的 微蓝6混动版呢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充沛的这个后备箱储空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它的实际的容积呢是414升 但是呢它的第二排呢是支持这个四流放倒的 放倒以后呢它这个后备箱空间可以达到惊人的1075升 促进微蓝6混动版本车内呢 我觉得它整个车内的内饰设计呢给我一种非常清新的感觉 但是呢又复湿这种品质感 我们以前的这个液晶仪表盘呢 它的这个分辨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相关的摄像信息呢都在上面详细的显示 比如说我们的导航信息啊 还有呢我们当听歌的时候 相关的这些歌曲信息也能在上面跟我们显示 那我协前方的这个中空大屏呢是采取全浮湿设计 而且尺寸也是达到了10英寸 同样是搭载通用EQNAC智能互联科技 而且它有一大特点是采用了全新卡片式的交互界面 这个界面呢显示起来非常简洁 而且便于我们新手小白找到一些相关我们实用的功能 可以看到非常实用的比如说媒体导航电话 这个蓝牙连接呢都在里面一一呈现 而且呢它也支持这个CarPlay的连接 这个方向盘呢还是非常精致的 首先呢我们在上面找到了新能源车型身份的这个象征 就是蓝色 在logo上呢有一个蓝色的光环 还有呢它的这个缝线呢也采取这个蓝色的缝线 彰显了它的新能源身份 那下面呢给大家实测一下前排头部空间 现在呢这个驾驶位置是调到了事后的驾驶位 以我1米12身高看一下头部空间 有接近两全半的这么一个空间表现 我觉得这个表现还是非常令我满意的 后排表现如何呢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未来这个混动版呢它轴距是达到了2660毫米 这个数据呢其实是在它这个细分市场呢 也算得上是主流水平了 所以呢现在我做的第二排啊 给大家实测一下它的空间 首先呢腿部空间 以我1米12身高 现在前排呢是调整到身后的驾驶位 看一下空间 还有两全多一点的这么一个距离 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头部空间表现如何呢 头部有一全零两指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在后排呢我们可以看到 独立的空调出风口下面呢 有两个非常实用的USB的充电口 但是呢我们也在后排呢看到 这么一个小的凸起 这个小的凸起呢虽然高度不算很高 但是呢如果在后排满员的情况下 可能坐在中间的乘客长途过程中就稍有点受委屈了 那我头顶这个大尺寸的天幕呢 虽然不能完全打开 但是呢它还是能给我们后排的乘客提供很充足的这个阳光沐浴的 所以坐在后排呢也不觉着十分压抑 那在动力方面呢是搭载了全新开发的别克Emotion的这个智能点区系统 充驱动电机还有专属的1.5升的VVT四缸发动机 还有LG电芯组成的动力电池 在ECVT的配合下呢这个整车呢可以实现最大功率达到135千瓦 最大的扭矩呢可以达到380牛米 而且呢它的这个纯电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60公里 综合续航里程呢官方公布的是780公里 那有的网友可能会关注了 哎它的这个百公里耗油怎么样呢 百公里耗油官方公布的这个数据是1.4升 是不是相当的惊人呀 VT六混动版呢它的这个驾驶模式分为三种 分别是普通模式运动模式以及这个后的模式 那通过今天试驾呢 我觉得其实在低速的情况下呢 它的这个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分别不是很大 因为呢当你这种非常佛系开车 就是10度低于80公里的时候 它整个车呢是由电机在驱动的 所以呢整车内显得非常的安静 那当我们这个发动机介入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会听到它这个轰鸣声啊 会传到我们车内 而且当我们的模式呢 调到运动档的时候 你只需深深踩一下油门 就感觉整个车呢血脉喷张起来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这个动力输出呢 还是非常线性的 即便呢我们身材油门 它也没有那种向前蹿给你吓一跳的感觉 那悬架方面呢是采用前麦克逊独立悬架 后多连杆独立悬架 运动到这个小车上呢 我觉得让整个车这个底盘悬架的表现 出色了不少 作为微蓝旗下推出的全线SUV 也是首款SUV车型的话 微蓝旗还没有上市呢 就吸引了很多消费者的关注 那这款车呢开起来到底会给我们哪些意外的体验呢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驾一下 在观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微蓝旗呢它是采用了 别克家族雕塑美学的设计元素 前面方面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种犀利线条的呈现 中网方面呢 它采用的是这种全封闭式的中网设计 因为它是一台新元车型嘛 大灯方面呢也是采取当下非常流行的贯穿式的大灯 点亮起来呢那肯定是相当的吸睛 那大灯呢也是采取了这种回旋标式的线条设计 让整个前脸呢又更增加了这种动感的元素 那前保险杠两侧醒目的黑色导流气帘呢 更像是喷气机被车身保驾护航 而且呢它非常强化了别克家族展翼式的设计元素 同时呢也兼具了降低风阻的使用性 车身尾部给我们展示了上窄下宽的形态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下方呢采取了这种黑色的大包围 让整个我们车身尾部呢又显得肌肉感实际度非常的精致 那后尾灯呢依旧采取了跟前大灯遥相呼应的贯穿式的设计 黑夜点亮起来呢那肯定是这条街最亮的载了吧 车尾部这个EV的logo呢也是彰显了我们这款车新能源的身份 那维兰7后备箱的容积表现如何呢我一起带大家家来看一看 顾局呢还是非常规整的而且呢它第二排也支持四流放倒 四流放倒以后呢它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可以扩充到1300多升 是不是还是挺让你满意的呢 但是我发现呢维兰7并没有给我们设置相当友好的这种电动尾门啊 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个子比较小巧的女生来说你要关闭后尾门的话 那可能是有点困难了 坐进维兰7车内呢我觉得给我的关键词就是舒适又不乏这种豪华感 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的内饰设计呢就是黑内饰 但是呢它里面呢又加入了很多这种非常降薪的元素 让整个车内呢又显得活力增加了不少 在用料方面没得出维兰7呢它的这个用料还是非常上乘的 手索触及的地方呢都是这种软性材质的包裹 但我面前呢这两个双联屏是不是显着科技感十足 8英寸的液晶仪表帕啊它里面的显示内容是相当的丰富 但我斜前方的这个10英寸的中控大屏它的尺寸还是相当可观的 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这个大屏呢是微微向我们的驾驶员一方倾斜 是不是非常的贴心而且同样它也搭载了econnect智能互联科技 可以支持多轮对话还有60多种场景以及214种的人机交互命令 是不是特别的聪明呀那同样呢它也支持carplay以及carlife的连接很贴心 下方的物理按键呢是采用这种钢琴漆的呈现显得非常精致 而且呢也配备了这个座椅加热以及座椅通风 那微蓝7呢是采用了这种按键式的挡杆呈现 这种呈现呢我觉得对于我们女司机以及新手小白司机还是非常友好的 可以及时规避我们的物操作 三幅平底方向盘呢尺寸是刚刚好 而且在3点到9点呢设计了这个凹陷 它的logo呢也是跟车头的logo一致加入了蓝色的元素 彰显了我们这辆车新能源的身份 在座椅设计方面呢我觉得首先它是非常符合人体工学 但是呢我觉得它这个座椅设计因为是一款SUV车型嘛 它还是稍稍偏强于运动的 我们看到皮质上方有这个不规则的打孔设计 也呈现了一个变化图案的形态 那微蓝7前排的头部空间这些如何呢给大家实测一下 现在是调整到事后的驾驶位置 我的身高呢是1米72看一下头部空间 还有两拳的这么一个距离 表现还是不错的 那后排有哪些亮点呢我们赶紧去看一看吧 飞蓝7的轴距呢是达到了2675毫米 所以呢你现在看我坐在第二排是相当没有压力的 那给大家实测一下头部及腿部空间 因为1米72的身高 头部空间 有一拳零两指的这么一个空间呈现 表现还是可以的 那腿部空间呢 有两拳半的这么一个距离 那其他第二排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个独立的空调出口 但是呢下方呢给我们配备了非常实用的USB的充电口 以及一个230伏的电源口 那中央扶手呢我们可以看到只有这个不可缺席的背脱架 但是呢后方呢也并没有给我们安排这种小的储物格 飞蓝7搭载了最新一代的Emotion智能电区科技 前置永思同步间机呢最大功率可以达到130线码 通知扭矩可以达到360牛米 而且它的续航里程呢可以达到500公里 那其实在标准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动力响应就是已经非常线性了 转换到运动模式下呢 它的动力响应就会更快 加速踏板呢也是更加的灵敏好用 那威蓝7呢能量回收的模式也是非常丰富 拥有标准模式单踏板模式一键增强动能回收 以及呢这个单踏板模式加一键增强动能回收四种模式组成 标准方面呢威蓝7是采用前麦克逊独立悬架 以及后扭力量非独立悬架 其实呢这个悬架组合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调调呢还是挺出色的 首先呢在我们城市布装路面呢 它会非常积极的过于这种细碎的颠簸 而且呢可以把这种弹跳呢第一时间隔绝在我们的这个车舱外 比如说我们过减速坎的时候呢 它会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大的颠簸给我们过滤掉 而且回传到车内的这个弹跳度呢也是以舒适为主的 那它过弯的时候呢这个底盘悬架呢又会对这个车内产生很好的支撑 所以呢测轻表现呢也是非常出色 上汽通用呢是在中国最早布及新能源产品的合资品牌 此次呢它携旗下的微蓝7以及微蓝6PHEV混动版本呢 双双攻打他们旗下的细分市场 那关于这两辆车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也是非常拭目以待 那关于这两款车我们网友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呢 请在我们留言区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感谢收看我们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